中国的经济前景 因为其实对于中国的经济 一直有两派看法 一派是说 这个低潮期过去就算了 一派是说中国完蛋了 它永远不会变成 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所以从最近几个迹象看起来 中国的经济 好像比我们想象中的 稍微更严重一点 对 因为目前来说的话 最新的新闻是说 中国它在整个金融上面 有两个银行 它取消掉了这个现金业务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 不能理现金 你只能用这个现账 或者是这个数位的去支付 然后也有另外一些银行 存取的这个现金的金额 降到人民币五万元 那这是两件事情 我们分开来讲 我先讲前面这件事情 取消现金业务这个事情 是对中国来讲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是说 它完全是强化 对人民的控管 因为它透过 它数位支付的方式 你人去了哪里 买了什么东西 全部都在它的控制之内 都有记录 对 那所以说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弊案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隐私 什么事情 全部都在中国的控制当中 那你要把钱汇出去 然后基本上也是 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另外一点是说 中国的有一些贪官 然后像是去年12月的时候 就有爆出说呢 它有些人 是这个中国的官员 去印了这个假钞 或者是重复印钞 它是真钞 只是我掌握印钞的 这个机器之后的话呢 我去印了这个人民币 说金额将近到人民币两兆 那可是被中国官方否认 那但是这种事情 真真假的讲 你回过来看的是说呢 对中国这个官方来讲 它后续这个事情 已经不是空穴来风了 所以在中国在经济开始会下滑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它在内部上面 管理上面出了一个问题 所以它为了避免自己的官员 坚守之道 去印了更多的这个钞票印出来之后 所以它就有取消的这个现金方式 全部改成了中央统一控管的数位支付 它可以避免了这样的一些弊案 可是对于民众来讲 大家是很辛苦的 因为的话目前来说的话 中国有10亿的这个人 在用这个数位支付 可是还是有好几亿的人口 主要是老年人口 它是没有办法去用手机去付费的 那你怎么办 没办法 它在很多地方 很多老年人在中国的老人 它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支费 所以这是中国遇到一个非常荒谬的情况 那整个中国整体经济来看 其实从它目前的这个青年人失业 以及它看待失业的一个态度 就可以知道为什么 因为它创造出了一个词 是中国官方的官媒 它就是光明日报 它说呢 因为目前来说中国呢 因为目前来讲呢 它到了一个整个青年期的一个高峰 它整个毕业生呢 大概一年有1000多万左右 但是它的失业率呢 高达这个16% 然后所以它就有些兼差或不稳定 那这其实对世界各国国港 都有类似的一些状况 可能中国是特别严重 而且它面对的这个问题的方式是说 这个叫做灵活就业 是主动选择无需过度的这个忧虑 这个其实对于呢 这个一个政府来讲 讲这样的一个态度是非常不好 你对青年人个人来讲 那当然可以说我在探索人生 我在思考未来 然后我或是我在沉浅 我在学习 这是个体来讲 青年人可以这样自我的去勉励 不要说因为说 我现在兼几份兼差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 不在轨道上面 其实你任何一份工作 不管是兼差或是全职业 认真去做 都有结果 那但是对于政府来讲 你要做的事情是说 那你经济如果真的好 为什么会有这个 4月底下16%的状况 过去这个中国经济在高速起飞 哇说呢 它呢要超越美国啊 成为世界第一强权的时候 会有出现是说呢 这个所谓的这些 大专生 毕业生 毕业会失业了吗 不可能会有这个状况 但是现在中国 遇到确实遇到这个情形 因为它整个经济成长 已经在迟缓了 已经没有办法再往上 那中国为了要掩饰 这个背后的这个问题 它采用所谓的 就是灵活就业的这个方式 去掩盖 所以我觉得 我是建议说中国的官媒 环球日报啊 还是什么新华社 就把失业率 这个词彻底删掉 列为禁语嘛 他们是最喜欢在微博上面的 直接屏障 直接告诉你 叫灵活就业率 中国以后没有失业率 这三个字 只有灵活就业率 那他觉得词很好嘛 就这样用 要让全世界来当一个玩笑来看 那但是整体来看的话 中国目前经营虽然没有到垮台 可是呢 它这些地方房地产的这些呆账啊 它这个地方政府的问题啊 官员腐败的问题的话 都扯着它 所以它要继续的回到 以前的每年的GDP 6%到8%的成长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 这样如果改成灵活就业率 我觉得中国就业率 会超过百分之百 因为一个人可能兼两份工作嘛 他可能早上在加油站 晚上去便利商店打零工嘛 那他的一个人就是两份就业 所以就业率可能百分之百 其实中国现在经济面对 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世界各国 美国大概联准会 下个月开始 就准备要升息了 就因为过去为了疫情的关系 很多国家拼命赢钞票 那现在呢 钞票太多了 通膨 所以要收回来 但中国现在问题是 第一个 中国我们的通膨有 他物价有上涨 还有通货膨胀的问题 可是他是停滞性的通膨 就是他的物价在上涨 可是政府拼命在印钞票 为什么 因为他刚刚朗东有提到 他的房地产 恒大只是一间 中国还有多少间恒大 不过黄姐 现在我们习惯 就买东西就用钱 现在很多年轻人说 行动支付 信用卡 中国会出现说有现金 不能买东西的状况 对啊 其实刚刚接着朗东的分析 就是最近就中国就有一些新闻 指出说 因为刚刚不是说有两家银行 就是禁止现金的交流吗 现在他们就是发生这样的情况 因为其实在中国 这篇新闻有写到说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 其实只有8%是使用手机支付的 也就是说多数的长者 都还是习惯用现金支付 当然我觉得在数位化的时代 走向无现金支付 是一个趋势 可是在中国这种强硬的 这种监管的控制之下 会变成说老年的人口 正在被排挤当中 被社会排挤 那我们都知道说 如果真的希望说 经济是为社会服务 是为人民服务的话 怎么会用这么强硬的手段 去排挤老人 甚至是不让他们用手 他们用现金支付 然后就用这种方式来排挤长者 所以我觉得从刚刚 就是对年轻人也不友善 就是说年轻人的失业率很高 然后硬要把它美化成灵活就业率 如果这种东西发生在台湾 然后你跟年轻人说 这是鼓励你们灵活就业 那我相信一定是被台湾的年轻人 骂到死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在中国 就是对年轻人又不友善 然后对长者也非常不友善 那刚刚也有讲到 我觉得他们最大的核心就是要掌控 这个监控这个金流的市场 因为他们希望说所有的大数据 都有我们政府这边来管控 你们每一笔金流 最好你们每一笔交易 我们都看得到 然后都我们这边都可以做管控 那这样其实是非常恐怖的 我觉得中国最后的终极目标 就是要掌握所有人的自由 不管人民的生活方不方便 不管人民的感受 是不是觉得对我是友善的 他们对他们来说不重要 一切就是为政治而服务 一切是为他们中共的政府在服务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政府 大家真的要深思 中国走向这种越来越极权 从经济控制到社会 其实是在我们看来 是非常一个极端的 一个社会的形态 就说是不能处理了 我的大量 大家有什么喜歡